感谢主 新年快乐 让那个read在我们当中 所以今天我所要分享的 最近牧师讲到很多光 所以我们要来看 看见 就像牧师所说的看见 看见是取决于光的强度 所以再一次看见是取决于光的强度 所以在真言第四章十八节讲到 所以我们可以翻到那边 真言四章十八节 所以他讲到说 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所以这边讲到 其实你可以有一个图片 因为他讲到说 是从黎明的光 所以是从清晨到中午 所以是随着时间的改变 那这个光会越来越亮 当这个光越来越亮 我们就能够看得更清楚 而且当这个光越亮 就像去上课的 去上班的 那个活动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了 就是从清晨到中午 这个光会越来越亮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何让这一个光能够在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羔羊的光 这个神的光能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来看创世纪 在创世纪第一章 所以这边有两种光 所以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边是我们很熟悉的 所以他讲说 当这个地在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的时候 所以神的光出现 那在第一章第五节讲到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有神的光的时候就是昼 那没有神的光的时候 就是夜 那接下来是创世纪第一章十六节 这边又有另外的光 所以他说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所以在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昼夜 所以在这个地 因为这个第四日的光 就是这个地上的光 所以这个地开始有了季节 有了日 有了年 也就是有了时间 所以在这一个神的光 还有在这个地上的光 有这两种光 那亚当在堕落前跟堕落后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他的看见 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 这里我们可以来看 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这边讲到 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这边讲到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 所以当耶和华神把他们摆在园子里面 耶和华神唯一对他们的吩咐 就是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是他们吃了 所以才是我们刚刚念的 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 但是当他们吃了 所以就是最近我们讲的 他的灵死了 所以当灵死了 没有这一个神的光 在他的里面就是夜 所以在这个夜的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 神的光已经 他们已经不再看 他们的看见已经是不一样了 所以这边取而代之的 在他们身上 是这个地上的光 所以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他赤身露体 而且要用那个 无花果树的叶子去遮起来 他们看见赤身露体 其实这个不是在第一次提到 在第二章25节 他们已经讲到说 他们看到了 他们是赤身露体 而且写并不羞耻 所以在神的光中 他们看见了东西 跟后来在透过地上的光 所看见的东西 虽然看见一样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在地上 用地上的光看的时候 他们看见是赤身露体的羞耻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亚当他的看见 当在犯罪前跟犯罪后 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但是直到耶稣来到了世上 他宣告自己 他是世界的光 然后这个真光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成为这一个人 所以当他来到地上 所以他所展示出来的 就是如何在地上 行在这个神的光中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两个光 那这两个光 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第四日的光 也就是这个地上的光 也就是当太阳的光 照射到某一个物体 然后这个物体 反射出来的光 进入到我们的眼中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见 如果像有时候 那个玻璃太干净 所以那个光直接 穿过那个玻璃 然后这个光 没有反射到我们的眼中 所以我们就会 就没看见 就会撞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上的光 的接受器 在我们的身上 是我们的眼睛 然后这个光 到了我们的视网膜 然后到视神经 到大脑 然后到视神经 然后到视神经 到大脑 然后到视神经 然后到视神经 到大脑 然后到视神经 到大脑 所以到大脑里面 我们 所以这是整个 光进来的一个路径 就是成像的路径 但是这个看见 我们的脑 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你记得 我们小时候 我们看很多的图片 所以我们去 透过这个图片 来记忆说 这个是书 这个是狗 这个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透过 一次又一次的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的脑 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透过了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学习 来告诉我们的脑 这是什么 所以那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过 心未曾想过 所以你就很明显的 这个神的光 就不会是透过眼睛 因为是眼睛未曾看过 所以我们来看 那我们神的光 在我们身上的 接受器是什么 在哥林多后书 四章六节 有讲到 他说那吩咐光 从黑暗里 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所以这一个光 从神来的光 是照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神的光 在我们身上的 接受器是心 而不是眼睛 而在另外一处经文 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第五节讲到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后面讲到 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他刚刚讲说 英文comprehend 就是明白领悟 也就是当这个光 照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使我们的心有一个领悟 有一个苏醒 使我们的心能够活过来 所以接受神的光 不是透过学习 而是一个苏醒 一个醒悟 所以在这两个 不同的光 有不同的路径 那带下来 有不一样的看见 所以我们来看见 在不同的光中 有不一样的看见 所以我们来看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 所以我们要看 约翰福音第六章 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说 耶稣告诉门徒 你给他们吃 你给这些人吃 那我们来看 门徒是怎么来回应的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是菲利 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七节 这边讲到 菲利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所以菲利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 即使我有二十两银子 所以这个二十两银子 在当时是相当于 大概七个月的工资 所以他就想 他透过他的经验 他透过他大脑去评估 即使你有七个月工资 他也不够这五千个人吃 所以五千 而且不止五千人不是吗 他这是男丁嘛 所以你家一家 大人小孩 家一家可能有一两万人 好那我们来看 那另外一个门徒 在第八节讲到 说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些 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呢 所以另外一个门徒 安德烈 他看见什么 所以他看见 有一个孩童 手上有五个大麦饼 还有两条鱼 所以他就告诉耶稣说 这是我们有的 你觉得这个够五千人吃吗 所以他从他手中 所拥有的 他来评断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从菲利跟安德烈 他们的回答就是 因为他们走在 这个地上的光 所看见的就是 我手中所有的 我过去所认定的 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的回答 是基于什么 或是基于在过去 或基于他们的 知识和经历 但是耶稣 他是活在神的光中 But Jesus Living in the light of God 他有不同的报告跟答案 He has a different report and different answer 所以只要是 照着他所说的去行 Now if we do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said 我们看到这个答案是什么 What is the answer here 我们看见这五饼二鱼 不仅是够 未保五千人 That we see that the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 not only fed five thousand men 而且还是有余的 And there were more leftovers 但是在人的眼中 But in eyes of men 这是不可能的 That is impossible 而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要看的是 耶稣依之那生来瞎眼的 Now another example is When Jesus healed the blind man who was born Heal the man who was born blind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就是下一章 St. John chapter 9 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二节 Let's look at chapter 9 verse 2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And St. John chapter 9 verse 2 And his disciple asked him saying Rabbi who sinned this man or his parents that he was born blind 所以在这里 Now here 这个人眼瞎 是事实 Now it is a fact that this person is born blind 而且是生来瞎眼的 And he's not just blind He was born blind 但是在门徒 问这个问题的里面 So the question that the disciple is asking 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的 律法主义的下面 Because they are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law 所以他们觉得 当这一个人 有疾病 有一个生命中 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So as they feel that if this person has a great sickness in their life 一定是他们犯了罪 It must be that they have sinned against the Lord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问题 当门徒问耶稣 他并不是问耶稣说 有没有犯罪 Now let's look at this question that they are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asking Jesus whether this person has sinned or not 而是问他说 是这个人犯罪 还是是他父母犯罪 They are really asking Jesus whether it's this person sinned or his parents have sinned 所以我们来看 耶稣怎么回答 Now let's see how Jesus responds 在第三节里面 verse 3 says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的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 Then Jesus answered Neither this man nor his parents sinned But the works of God shall be revealed in him 所以在耶稣的回答里 Now in the answer of Jesus 有不同的答案 has a different answer 在神的光中 Now in the light of God 展示出不同的答案 demonstrating a different answer 不再是因着宗教 或者是法律的背景 It is no longer through a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religion or law 所以要显书什么作为呢 在第四节讲到 But what kind of God's work is to be revealed 他说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够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Now it says that On verse 4 It says On verse 4 it says I must work the works of him who sent me while it is day The night is coming when no one can work As long as I am the world I am in the worl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在这边趁着白日 这个白日是在神的光中 Now this day that Jesus mentioned here is in the light of God 所以在神 当神的光出现的时候 When the light of God shines 会有不一样的看见 You have a different scene 这边讲到说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It says that I must work the work of him who sent me 所以在这个不一样的 看见的里面 我们能够去做 父所吩咐我们 去做的事情 So in this different scene that we can do the work that God has sent for us 所以很有趣的是 在39节这边讲到 Interestingly in verse 39 He also talks about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Now it says Jesus said For judgment I have come into this world that those who do not see may see Those who sees may may blind 所以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Now one is one who could see One is the other one is who could not see 另外一个是 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Now the other one is you were able to see and now you are made blind 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 Now this person born blind 他其实是处在一个 极深的黑暗的当中 He was living in this deep darkness 因为他眼睛不能够看见 所以不能够领受 这地上的光 Because his eyes were blind so he cannot receive the light of this earth 而且他的心里 也没有神的光 所以当耶稣这一个光 出现的时候 圣经讲到说 他就 这个生来瞎眼 就依照耶稣的吩咐去行 Now then in the Bible it says that this person has do as Jesus commended him to do 就是耶稣将那个 唾液或你 抹在他的眼上 然后他吩咐他 去西罗牙齿去洗 Now Jesus has split into the mud and then mixed with the mud and put it on his eyes and ask him to wash it off 所以当这个生来瞎眼 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 So as he the person born blind and followed the command of Jesus to do 那发生了什么事 What did they do? 是不是他就看见了 Then he was made sight 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Now this miracle happened 但是 这个生来瞎眼的 在那个时候 他根本不认识耶稣 Now this person at the time he never knew who Jesus is 因为在他里面 甚至有人问他说 诶 你的眼睛 是怎么打开的 Now someone may ask him How did your eye How did you receive sight?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And he answered There is this person His name is Jesus 然后有人问他说 那这个人在哪里 And then they asked him Where is this guy Jesus? 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 And he said I don't know 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 跟耶稣 他根本是完全不认识的 So this person born blind He never knew who Jesus is 他虽然不认识耶稣 Even though he does not know who Jesus is 但是 在第25节 他讲到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 However in verse 25 It says that one thing I do know 有一件事我知道 That one thing I do know 从前我是瞎眼的 如今能看了 That though I was blind Now I see 因着耶稣 从前他是瞎眼 但是如今 他能够看见了 Now because of Jesus He was blind Now he can see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的看见 仍然只是肉眼的看见 But at that time His scene was only The physical scene Of his body 当他在宣告 他做见证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的 As he was giving a testimony Many cannot accept 特别是那些 犹太人 法利赛人 Especially the Jews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不是一直叫他来问 问了一次还不够 问了他爸爸妈妈 还不行 再叫他再来问一次 Now in the passage here That they are not accepting Asking him questions The first time So they had to ask his parents And then after that They have to ask him again Because they have unbelief 所以在到最后 这一个生来瞎眼 就被赶出了那个会堂 And then finally This person born blind was thrown out of the synagogue 所以有时候不觉得 很奇怪吗 应该是欢腾的时候 因为这个人看见了 Now this is very weird Suppose we rejoice But then we throw him out 对啊 但是就是被赶出会堂 可是我们来看 第九章三十五节 这边讲到 But then let's look at Chapter 9 verse 35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And Jesus heard that They had cast him out And when he had found him He said to him And he found him 所以这边中文讲到说 后来遇见他 It says that Jesus found him After he was cast out 中文比较是像 Jesus meet him 就是遇见的 可是英文是写说 He had found him Chinese talks about How Jesus met him After he was cast out But in English It says Jesus found him 所以这一个光 虽然这一个生来瞎眼 得了医治被人来拒绝 Even though this person born blind received sight But was rejected by men 但是这里我们看见 这一个光 也就是耶稣 再一次的找到了他 But here that we see That Jesus the light of God Found him again And later on That he said that I believe in Jesus So he接受了耶稣 接受了这一个真光 在他的生命当中 That he accepted Jesus Into his life The true light 就像我们今天 所宣告的耶和华拉法 Just like what we declare today Jehovah Rapha 他是医治我们的 He is the God who healed us 但是他医治 不只是在我们肉体的 But not only to our flesh 是整个全人全心的 都是医治 都要医治 But our whole body And our whole heart 所以他信了耶稣 他接受了这个神的光 So he believes in And accepted Jesus The light 他让这个更强的光 能够临到他的身上 This superior light has come upon his life 所以这个光 所改变的 不只是让他的肉眼 可以去看见 Now not only transition him From his physical eyes of seeing 而这个神的光 也是因着他能够 认出这一个光 使得他的生命 能够开始改变 Now this light of God As he has recognized this light of God He was able to transform in his life 因为他不再会回到 他以前的生活 And he will no longer to go back to his old lifestyle 他不再需要人 来带着他 No longer need people carrying him 他也不会再 坐在那边 来祈求来讨饭 And he no longer needs to sit there And ask for elms 因为他不只是他的 真的就像他所说的 我以前是瞎眼 如今能看见 As he has said before all men I was blind And now I can see 那他的看见 不再只是肉眼的看见 Not only a physical seeing 而是他的心 而是他的心 也能够看见 But his heart can also see 而在刚刚讲的 耶稣讲的说 他使不能够看见的 可以看见 Now as Jesus has said That may those who May those who sees May them blind 然后后半段是 能看见的 反而瞎了眼 And those who sees Those who could not see May see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说 在场的 有犹太人 有法利赛人 And there were some Pharisees And there were Jewish people there And in the passage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 disciple of Moses 那我们知道 摩西其实是 预表基督 Now we know that Moses is a representate Foreshadowing of Jesus 但是 所以摩西是一个影儿 Now Moses is a foreshadow 但是当这个 真的实体出现的时刻 Now when the true form comes 这个真光 这个更大的光 出现的时候 可是门徒却还活在 这个影儿的里面 When this true light This true form The greater light has come upon But the disciples still lives In this foreshadowing 所以当这个真光 出现的时候 As this true light comes 他们看见什么 What did they see? 他们看见的 不是为了这一个 生来瞎眼的 医治而喜乐 They didn't rejoice For this person may seen After he was born blind 他们看见的是 耶稣打破了 那个安息日的 这一个律法 But they only see How Jesus broken the law of the Sabbath 因为他在安息日 医治 Because he healed people on the Sabbath 而因着将他 打破律法 他们说 耶稣是罪人 Because Jesus has broken this law They said Jesus is a sinner 因为他们当时的 法律是如此 Because their law was so 他们的社会的 整个规范也是如此 Their society was so 而且在32节 他有讲到说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 是瞎子的眼睛 开了 所以他们的眼睛 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地上的光的里面 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脱离那一个 法律法的框架 因为那个帕子 还在他们的心上 所以他们还是 没有办法相信 这个真光 因着这个帕子 没有办法 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没有办法看见 所以如何能够 让这个光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越照越明 所以第一个 首先我们 属世的眼睛 要瞎了 所以在保罗 在使徒行传 我们知道 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了大光 在使徒行传26章13节 讲到 他说 他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主要是 主要是比日头还亮 所以我看见说 他们在正午 所以是正午 是日当中 日头最亮的时刻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神的光 是大于那个世上的光 所以这个更大的光出现 并不是保罗要求的 是神自己启动的 他自己 initiate 这一个超自然的会面 所以在第八节 讲到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所以第一个改变 我们看见 是保罗的眼睛瞎了 所以这第一个改变 他属世的眼睛瞎了 而在第十八节 当亚拿尼亚 来按守在他的身上 这边讲到 扫罗眼睛上 好像有灵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 所以这个灵 这个帕子 代表着他过去的 看见 他过去的教导 所有阻碍的 这个过去的 自以为意 所有这个行律法称义 甚至是他为主 大发热心的方式 他说这一个灵 这个帕子掉落 所以他可以看见 但是我们的肉眼 还是看见不是吗 那我们要怎么样 越过我们眼睛 所看见的 所以我们要不平眼睛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在这样的看见的里面 选择 选择让神的光 要大过这个地上的光 让神的话 能够大过我们眼睛 所看见的这个事实 The word of God is greater than the facts that we see 然后让神说的 大过人说的 Now what God has said is greater than what man has said 那这个不平眼见 Now this not acting according to our sight 就让我想到在2018年 Kyle生病得很严重 Now it reminded me when Kyle was in great sickness in 2018 所以他得了肺炎 He has ammonia 所以他在加护病房住了40天 整整40天 然后整个住院是七个星期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不觉得很严重 但是因着这几年的 新冠状肺炎 当他们在报导说 医院怎么样来 医治这些的时候 我才突然看见 哇 原来他那时候的状况 是很凄惨的 因为他插着管 所以然后他当他们 要做那个治疗的时候 Kyle是趴着的 然后他的脚 他的脚是比他的头高 Oh and his feet was higher than his head 所以他们 所有的一切的治疗 不管是呼吸的药物 喷进去 或者是他有那个 Vest 去这样子抖 拍 或者是甚至要利用 那个重力 把那个痰 从他的肺里面弄出来 所以在眼睛看起来 from my physical eyes 是非常严重的 It was really severe 但是在那个时候 However at that moment 我选择不让 就是 我选择越过这个 我眼睛所看见的 I chose to overcome of what my physical eye sees 因为他得肺炎 Because he had pneumonia 所以我在诗篇139篇13节 我找到了一句话 So I found this verse in Psalms 139 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It says that For you have formed my inward parts 所以Kyle的肺腑 是神所造的 So Kyle's inward parts were created by God 所以我不让我 这个眼睛所看见的 胜过这一个神的话 So I will not let what my physical eye sees be greater than the word of God 所以这个世界的王 我所看到的这个景况 看到这一个严重性 这个处境 So this prince of the world the things I see of the circumstances 因着神的话 我让他在我的身上 是毫无所有 Because the word of God that he found nothing in me 所以整个 当我们出院了 后来医院的 后来接触到了 不管是医院的医生 或护士 其实他们都不相信 Kyle曾经有这一段 因为肺炎在他身上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从他们的 医学背景的里面 他们会觉得说 有这样子严重的 病发生 他之后的状况 应该会是 常常进出医院的 所以感谢赞美主 因着神的话 我们能够 不凭眼见 能够越过我们眼睛 所看见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跟一般的人 其实我们所面对到的 挑战 跟每一日的生活 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 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神的光 更强了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能够不凭眼见 能够越过我们眼睛 所看见的 因为像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像类似我们家庭一样的 我看见的是 他们总是看到眼前的困难 因为这个是很真实 是我们每一天 所面对的生活 但是 感谢赞美主 我在他们当中 他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 你不用担忧 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能够 越过我们眼睛 所看见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不一样的心态 不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过我们每一天 那如何让神的光 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 另外的是 我们要重新学习 要unlearn 在保罗 所以当他我们刚刚讲 他在大光中 所以他领受了 他成为那一个 外邦的使徒 那他不是说 我很开心 我成为外邦使徒 我要去找那些 耶稣的门徒 他去哪里 他去亚拉伯 旷野 去那里三年 那他要去 离开了他过去 所熟悉的环境 他必须要重新学习 他要在神的面前等候 他在三年那当中 去听神的声音 那这样的重新学习 带下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 第一章十一节 所以在第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所领受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 启示来的 保罗他以前活在文字里 所以他在加玛列的门下 受训 而且他自己说在 他是对于律法 他是毫无可指责的 所以表示他精通那些律法 精通那圣经上所写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是在于 他知道哪些是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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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 而刚刚我们不是讲的例子吗 那个生来瞎眼的 当他们活在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律法里面 在那时候他们看见耶稣 他们说他是罪人 而且我们知道保罗 他还为他来逼迫基督徒 但是在这个重新学习的里面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不是从人所领 就是他传的福音 不是从人所领受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这是他的过去 他从人学习 他从人来教导 但是经过这个重新学习 他说这些他现在所传的福音 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 而因着这一个启示 所以他的服事的方式 甚至他的教导 所以他一切所行出来了 就不一样 因为他说什么 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文字来的 乃是凭着经义 所以不再是单单是在文字的里面寻找 乃是透过启示 透过圣灵的带领 不是挣扎在可以不可以 而是在启示里领受 是知道如何去行出来 而且就像他的教导也不一样 就像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这边讲到 他讲到割礼 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文 所以他以前在乎的是 就是犹太人出生 第八日要做割礼 要在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以前认为说 你有这样的记号在身上 你就是真犹太人 但是他这边讲到的 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里面的 而且也不是那个肉身的 而是那个真割礼 是在心里的 所以透过这个重新学习 所以他已经不再是 局限在这一个文字的里面 这个律法的里面 而是他行在这样的 启示的里面 那另外一个 如何让这个光 更强的照在我们的身上 是我们要舍弃那旧的思维 或者就是我们过去的习惯 那个惯性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用那个爱诚的例子 在约束亚记第七章第三节 所以第七章第三节讲到 他们回到约束亚那里 对他说 众民不必都上去 只要两三千人上去 就能攻取爱诚 不必劳累众民都去 因为那里的人少 所以在这件事之前 他们才攻下了耶利哥城 所以在这个大的胜利之后 他们派了探子去查看这个爱诚 所以他们看 这个不用太多人上去 因为这里的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些探子去查看 他们用过去的他们的判断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那五丙二鱼那个匪力一样 我来看这些 即使我有这么多钱 也没有办法喂饱这么多人 那我们知道这一场 他们得到了败仗 所以其实很多的 即使我们说我们进入那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里面 不断地将那一个旧的思维 旧的习惯 一一地去对付 或者是甚至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有时候就有一些的 我们思考的方式 是我们把神限制住了 就像去年我买车 所以这个车子是我要自己付钱 但是那个车子里面的改造 是政府会有帮助 那我相信神会供应 然后我就去找说 相关的那些基金会啊 组织啊那些会帮忙 有一些funding的 但是其实不是很顺利 因为就是很复杂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然后我要去找 哪些是Kyle可以去申请的 然后他有些还会问说 你有没有房子 然后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所以其实在过去 对我来讲 我过去的习惯的思维方式是 人 从人的帮助 但是有一次在跟Summer讲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申请不是很顺利 然后可是Summer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们不应该申请 他说要把这些机会留给 比我们更需要的家庭 就让他讲完 圣灵就跟我讲说 我不是已经把钱放在你的户头了吗 所以我仍然 我相信神会供应 I believe God will provide 但是我过去旧的思维 我觉得那个供应是从人来 I feel that this provision should come from men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旧的思维 很多时候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哦 原来我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 因为神是 但是神是做新事的神 而且我们走在这样的神的光中 祂会将更多的显明给我们 因为一切能神明的就是光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让光更多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就像刚刚一开始说的真言四章十八节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五 所以让那一个神的光 更多的照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能够看不平眼见 能够看超越这一个世上的光 so that we can act not by sight and not through our physical eyes and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factual circumstances 而且让神的光能够更真实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and God's light will be more real in our lives 而且因着这个光我们能够去行出来 Now through this light we can also act out 感谢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我要让弟兄姐妹伤脑筋一下吧 I want to give you a little challenge 人的认知怎么形成的 How did the knowledge of men come about 刚刚刚不是knowledge 人就是你整个行程你所知道的东西 How did your mentality come about How was the mentality formed 刚刚根据Maggie所说的 光 light 然后知识 knowledge 然后透过你反复的学习 and through the repetitive learning 然后呢 and then what 就成为你所看见的部分 you'll become what you see 就是在你的心思的里面 in your mentality in your mind in the mind 开始形成一个知道 and become forming or knowing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 this is our life 想一下一个人 think about it a person 一个基督徒有不一样吗 a Christian is a different 一样啊 it's the same 所以我要挑战的 so what I want to challenge think about it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整个的认知形成的方式 this is how our mentality is formed 不是这个不好 那一个才是好的 it's not that this is bad and that's good 你要知道是认知的方式 形成的方法 but how is mentality formed 光 light 然后知识 and knowledge 一定要啊 you have to have it 我最近才发现 你光只有灵 没有认知 没有知识 if you only have understanding but no knowledge 然后没有心思的转换 and do not have a transformation of your heart and mind 你的脉 你的脉要把你的知道 变成了你的知道 然后你才有办法行出来 基督徒 跟一般的人 没有两样 所以差别在哪里 光的强度而已 光的强度 所以世上的光 世上的知识 so the light of this earth and the knowledge of this earth the world the knowledge 应该称为是 the world the knowledge of this world 这两个的光 不是这两个 这两个加起来 this two combined 然后我们也一定要 透过反复的学习 反复的告诉我们 这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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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直看 oh 这个是狗 所以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 在我们的心思的里面 开始转换 一种明白 说oh 这个 看到这个样子的 就叫做狗 其实不是 transformer 这是怎么 一个understanding 在你的里面 所以你一看见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狗了 不管是长得像蔡路易的 或者长得像buddy的 你都会知道 它就是狗 这样懂我说的吗 这个是世上的光跟知识 还有透过反复的学习 然后在我们的心思 做一个明白的转换 and then do and then in our mind in our mind doing a change exchange吧 然后所以有一个understanding so that you have an understanding 所以那你就会有一个 这个人的认知 你就看见它 你就知道它是狗 好 你举例好了 for example 所以我们从小 我们看着镜子 but we look at a mirror 我们从出生 since we're born 然后爸爸妈妈就一直叫你 他们叫我小凡 他们不是叫我张云凡 哦小凡好可爱哦 然后就一直长大 所以你就开始知道 哦我叫张云凡 小时候叫小凡 所以我以为我叫小凡 然后当到学校的时候 老师开始叫张云凡 然后我就要说 哦我是 然后在这个学习的里面 我开始知道我的名字 张云凡跟小凡 就被等号了 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光 世上的光 知识 然后在我们的心思 做这个明白的部分 然后透过反复的学习 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果实 基督徒没有两样 只有差别就在于 光的强度而已 光的强度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 要求的 圣经一直在教我们的 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活的这个光的下面 还有更大的光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属世的知识 我们需要 这个一个人 需要有这样的过程 这样懂吗 因为在基督徒的里面 一样的道理 有更强的光 我之前有讲过 对吗 我们把那个 把我们的灯 关起来的时候 举例好了 现在在我们的教会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们把这一个 如果拆掉的话 有这个更强的光 不就进来了吗 所以要活的 只不过是光而已 光不一样 所以要求有不一样的光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有不一样的光 这样懂吗 好 再来 人的眼光 我们的眼光 对 眼光 还有我们的眼界 两个是不一样的 眼光 看一件事情 我懂得能够用 因为有不一样的光 所以我能够有 不一样的眼光 好吗 这样明白我要说的吗 所以 要有世上的知识 这些 基督徒不是说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了 只不过我们要求的是 更大的光 使我们有不同的看见而已 好 然后使我们因为有不一样的光 所以你看见不一样了 你看见的绿色不再是绿色的 然后呢 还有不同的眼界 眼界 眼界 眼界我不知道叫height吗 眼界怎么讲 眼界的意思 比如像说 举例好了 举例好了 如果我 我从小生长是在乡下 在乡下里面 我们的整个村子 很少有人读大学 我们最多的就读诗砖 诗砖 不是那时候诗砖 我不知道就五年 就是初中毕业就可以去 所以 所以那已经 你能够去念诗砖 哇 在我们那个乡下就不得了了 可是后来 你知道我发现 有从台北来的人 我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基督徒 因着光 的强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眼光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世界 变得不一样 这样懂吗 然后圣经一直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位置 要不一样 我们是从天上 往下面来看 所以我们有 不同的角度的看见 这样懂吗 所以我这是 根据Maggie的来挑战 因为我怕Maggie的 讲了以后 就会让人 有一种错误 保罗这个 过去这个 因为怕 这个 by revelation的意思 这个revelation 就是过去 你看山 就是山 就在你的眼前 可是借着启示 你知道在这个 山的后面 原来不是 只是山而已 你可以看见 这座山的里面 有更多 我也不知道 在山里面 会要看到什么东西 OK 反正看山 就不再是山了 就像那个绘画的人 像我们 我们小朋友 学绘画 叫你画一座山 那你就会画山 就像我们学习 像艺术师 孩子 问你画一座山 就会画一座山 所以如果我叫 那个 Zoe画一座山 她一定会画一座山 而且她会在山里面画 可能有什么东西 有树 还有呢 还有动物 山里有花 有river 所以你会画很多 这种东西 可是你想一下 你知道在中国 最有名的 这个泼墨画的山吗 所以她看山的时候 就已经 她画的东西 不再是树木 那些东西 她开始看见 她周遭的 所有的东西了 你知道我说了吗 可是当你的 境界又更高 你从宝座 往下面看的时候 这个叫启示 所以表示 你的所有的东西 你对于你过去 神所给你的 就像Maggie 这个过去 Kyle这件事情 就成了什么 不一样的 就成了她 生命中的祝福 她会开始成了 许多人的见证 这样懂我说的吗 因为一个人的 我们在世上的光 但是圣经 圣经强调的 让我们能够 让我们能够越过 然后不仅要越过 我们要能够 从天往下看 可是你要这样看 就是你必须活在 不一样的光 阿曼 所以求的不是 不要这些东西 不要地上的知识 因为最怕基督徒 就全部都是 只要神 那没有其他地上的知识 地上的知识 是白痴 保罗说 因为很多人讲说 你看保罗为主的缘故 万事看为 粪土 你这样懂我说的吗 他并不是 圣经里面没有 要我们拒绝 这个世上的知识 因为保罗并没有 保罗并没有说 心里受割礼 才是真基督 所以他所有的人 都没有受割礼 没有 他一样为 提摩太 受割礼 你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们要看见 学习的 就是在更大的光中 我们在这个光中 我们能够 能够有不一样的行为 的呈现 割礼 我没有问题 不受割礼 我也没有问题 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只有真正在心里 受割礼的 才是真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 因为我在这里写 我两个都写 好 地上的光 加上 世上的知识 然后加上 头脑 反复的学习 成为人的 看见 然后 成为人的 心思 然后 透过语言的 表达 因为现在 年轻孩子的 语言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发现 语言的表达 也很重要 这就成为 人的认知 成为人 所你知道的 然后 神的光 加神的话 真理 然后也一样 要进入 反复的学习 因为神国的 这些的 原则 规范 跟这些系统 也是要学习 然后 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有 心灵的眼睛 然后 还有我们有 基督的心 然后再加上 神的 语言的 表达 这个就形成 基督徒的 认知 然后我在 比较这两个 两个都一样 这两个都一样 所以后来 我才知道 唯一的差别 就是在哪一个 活在哪一个 活在更强的光中 还是只是在 世上的光而已 所以一定要记得 最重要的是 你要活在神的光中 阿们 所以要活在神的光中 我在这边讲这么久 都没有上来谈 怎么那么有趣呢 怎么会这么 我已经一直在这20分钟 想说奇怪 不是应该要有 后面的音乐吗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来我们 我们来 祷告 我求这个 这个光 我最近一直跟主说 主 给我活在 更大的光中 给我活在 更大的光中 因为只有 在更大的光中 我才能够 有不一样的 眼光的看见 我也才有 不一样的眼界 因为光能够 决定你看的 那个界限 阿们 所以其实 要求的是 这个光 这样懂我说的吗 所以其实 当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当这个光 灵到的时候 现在我们所看的 在黑暗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的 我们再做一个 试验好了 可不可以把灯 我们用光来 我要让弟兄姐妹 学一下吧 其实是在光的强度而已 好 没有错 很好 像这样的光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的是哪里 Pastor Philip 你能够看见我吗 Pastor Philip Can you see me 真的假的 我连看你都看不清楚 还模糊 因为你面对 你背光 因为我背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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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奇怪了 怎么会 他怎么会 看见我模糊 好 你看的 如果今天 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看的 就现在这样的距离 你看得见吗 Pastor Philip 看不到 对吗 好 麻烦帮我把光 Can you turn it back on 好 一下子太多 好 在这里 好 在这里 好 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我了吗 Can you see me now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 What do you see 对 还有呢 就更多的 detail了 对吗 可是在这样的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我有染头发吗 But can you still see my hair the highlight 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感谢主不太确定 He's not so sure 好 再把光 再打开一点 OK more light 好 再更多一点 more more light 所以这里呢 How about now 你可以看见了吗 Can you see 可以看见 我甚至染在头发 染在哪里 你都看得到了吗 Can you see where the highlights are of my hair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在更大的 更强的光的时候 So now if we're in a greater light even more intense 你这样懂我说了吗 Do you understand 所以其实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基督徒跟 世上的人 一样 So as a Christian we're same with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我们需要有 地上的光 也需要有 地上的知识 We need to have the lights of the world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我们也需要 反复地学习 We need to learn repetitively 我们也需要 有这个心思的 进入这个明白 Our mindset has to transform and turn to understanding 然后有这样的 语言的交通 And then to communicate through language 可是我们却活在 更大的光的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 看见的是 detail了 So we can see detail Amen 所以我们能够 有不一样的 So we can be different 所以我们能够 有不一样的 我不再凭眼见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有更 因为我 我看见更大的了 Amen 因为 那我为什么现在 就像刚刚 Maggie 举例 Just like Maggie's example Summer跟她讲说 应该给 这些更需要的人 Summer said Oh we should give this opportunity to the families in need 我看到只有这个 I only saw this 我们看的只有 我的family We only see our own family 可是在更大的光 能够看见 是整个的 整个的社区了 But in the greater life we can see the whole community 你这样懂我说的吗 Do you understand 然后呢 And then 更强的光 我看见列国了 Amen 这样懂我说的吗 Do you understand 所以这是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其实要求的是 活在不一样的光中 So in our life we ask to live in different light 活在不一样的光中 So in our life 所以你就有办法 超越你 你眼睛所看见的 你头脑所学到的知识 So you can supersede what your eyes could see and what your brain has learned the knowledge 就像保罗 这个叫大光 比日头的光 还要大的光 Amen 所以耶稣也是 活在这样子的光中 Jesus also lives in that light 所以要求的是 活在这样的光中 So ask to live in that light 要求这样子的光 在我生命的当中 Amen Amen 好 来我们开口来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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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真的是 更强更强的光 在我生命的当中 更强更强的光 更强更强的光 Amen 因为有这样的光 有不一样的光 你的选择就会不一样 否则你不可能做出选择 相信我 不论我怎么告诉你 或者你说我有多大的信心 或者你说我有多大的信心 Amen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光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要求不一样的光 要求不一样的光 要更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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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我的生命的当中 Amen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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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开口来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